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任何死去的人来说都不是一种恶 因此没有什么好害怕和后悔的 但是伊比纠鲁的这个观点 这个结论似乎很难让人接受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骚扰的问题 我们把它称之为主体的难题 当凶手朝被害人开枪 你可以说行为威胁了被害人的生命权 但当被害人死了 如果他已经不再拥有生命权 行为又如何会对生命权造成损害呢 这就是哲学上著名的主体难题问题 大家是不是感到有点发懵啊 那我给你捋一捋啊 谁有生命权 活人 嗯很好 那死人有没有生命权呢 没有 那也就是说啊 只有在人存活的时候才有生命权 当人死亡的时候就没有生命权了 那么生死之间的这个点 好像是无法达到的呀 因为当我们说侵犯了生命权 那说的是这个人还活着 只有活着的人才有生命权嘛 但如果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那他就没有生命权了呀 那也就谈不上对他权利的侵犯了 那因此啊 在生死之间的这个点上 左边是有生命权 右边是没有生命权 你可以说在被害人死亡前的一秒钟 他的生命权遭受了威胁 但这个点似乎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因为一旦达到 死人就没有生命权 那就谈不上侵犯的生命权 如果没有达到 那人还活着 自然有生命权 那就没有把人杀死啊 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个场景 很骚扰啊 张三把一个人给杀了 辩护律师说 只有活人才有生命权 死人没有生命权 因此人是杀不死的 所以我的当事人张三 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汽水 只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汽水 按照法律规定 可以重新或减轻处罚 估计法官一听这个辩解 当时会懵掉 进而会非常生气 说给我滚 大家不要认为这是诡别 这是法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主体难题问题 我们刑法学界经常讨论 实则有没有财产占有权 也是相似的问题 张三把李氏给杀了 杀完之后发现 李氏手上戴着一块劳力士的手表 张三把手表拿走了 那这是偷还是捡呢 如果是偷就是盗窃啊 如果捡就是请账啊 如果认为实则有占有权 那他就是盗窃啊 如果认为实则没有占有权 那就是捡啊 就可能构成请账罪啊 那大家觉得是偷还是捡呢 我们刑法学界的通书啊 采取折中书啊 你无非三种观点嘛 一种认为实则有占有权 一种认为实则没有占有权 但我们采折中书 什么叫折中书呢 我们认为如果死亡时间较短 比如在刚才那个案件中 因为刚刚死了 那就推定实则还是有占有权的 但如果死亡时间很长 比如说李氏的尸体啊 在荒郊野外躺了十天 王武把手表摘走了 那通书认为这就是捡 构成请账罪 当然了有人会问了 那如果是盗墓呢 难道盗墓也是捡吗 张三的夜间在山上散步 听到有歌声 左右黄顾发现没人啊 仔细一听发现歌声 从坟墓中传来 张三的哥们胆子大 直接把坟给挖了 结果发现实则手上有个手机 手机里传来了铃声 张三拿过电话接听了 对打电话的人说 别打了人都死了 对方说你是谁啊 张三说我诈尸了 那这是偷还是捡呢 估计没有人认为这是捡吧 但是这肯定还是会遇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主体难题 如果说是偷 那就认为死者有占有权 但死者已经死了呀 那也许你会说 像这种陪葬物啊 伤葬物啊 可以归死者的家属占有吗 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但如果没有家属呢 难道归国家占有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思绪拉回来 我们还是回到 刚才的故意杀人罪的问题 人能不能被杀死 现在大家思考一下 什么叫做生命权 从我们的常识来看 杀人肯定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我们姑且啊 肯定这种常识是对的 我们先把刚才那个问题 主体难题这个问题我们搁置 我们先来讨论生命权 那什么是生命权呢 大家是不是又觉得有点懵啊 生命权 生命权就是生命权嘛 但是这个回答相当于没有回答呀 什么是A A就是A嘛 什么是人 人就是人嘛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 所以一种很巧妙的回答是啊 生命权是一种生存利益 那杀人的 侵犯了人的生存利益 尽管这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无法再被诡决的命运之间射中 这是说伦说的 但是死亡呢 终止了他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眷恋和所有的期待 大家想象一下 张三把李世杀了 李世刚刚哈佛大学毕业 准备回国创业 有着远大的理想和难度 但就是因为在人群中 看了张三一眼 张三说 你瞅啥瞅 你是说大哥我没瞅你啊 只是觉得你脸上那个纹身很特别啊 因为张三是属虎的 在额头上纹了一个王字 所以张三大发虎威 就把李世给咬死了 当然不是是打死了 那死亡呢 就终结了李世所有的梦想和愿景 所以有学者就说了呀 说生命权啊 它就是一种生存利益 死亡了终结了这种生存利益 人的生存利益啊 就是只属于我们 能够通过姓名加以识别的 那个人的利益 他在这一刻的时候确实死了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 以现在时态提到他的利益 只要这些利益 还可能被阻碍或得以实现 正如我们可以提及 他尚未履行的债权债务 只要他们还能够被履行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人生之书啊 即使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 还没有完全的合身 这个叫生存利益 那于是大家就思考了 如果死亡只是对生者 生存利益的终结 那就意味着死亡本身 好像不是一种损害吧 那至少他对死者没有损害啊 这好像又回到我们刚才 主体难提那个老问题了 所以这里面大家 思考一个问题 各位同学 实者有权利吗 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 实者有权利吗 刚才我们引用的那个学者的话 他说一个人的人生之书 即使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内 仍然没有和善 那各位同学觉得 侮辱实者这种行为违法吗 当然了大家知道 民法典刚刚通过 那民法典有一个994条 他认为实者的隐私权 如果受到侵害的 他的配偶子女父母 或其他近亲族 有权依法要求 这个侵权人承担民事者 所以从这个法条 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啊 死者的权利 似乎是属于遗属的 沾山侮辱死者 其实是在损害死者的家人 毕竟嘛 死者的家人 无法脱离死者的人生之书 即便这本书和善了 活着的人 还是会时不时 回到这本书中 所以我们的刑法中有个罪名啊 叫盗窃侮辱尸体 尸骨骨灰锥 估计有些同学听过 我讲过两个关于侮辱尸体 的耸人听闻的案件 一个叫戈头上反案 一个叫水战母亲案 沾山的孩子被杀 当地公安机关没有理案 沾山非常生气 准备进京上反 所以他把儿子人头给多了下来 提到北京来上反 当时就把接反人员给震惊了 这潜似太吓人了 大家觉得沾山构成侮辱尸体罪吗 另外一个相关的案件 叫做水战母亲案 一个28岁的农民工王某 家境非常的贫穷 妈妈生病 没有钱治病 后来母亲去世了 他连火化肺都出不起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把妈妈的尸体 放在麻袋里面 放上了三块砖头 沉入江中实施水战 大家觉得王某 构成误入尸体罪吗 同学们想一想 构成吗 如果认为死者没有权力 死者的权力属于家属 也就是说 侮辱尸体罪 侵犯的是遗属的尊严 那当然就不构成犯罪了 但是 这似乎无法解释所有问题 大家设想这样一个案件 沾山从小就没有妈妈 父亲把她带打 但父亲脾气不好 喝完酒就打她 经常略带她 沾山也没有任何亲戚 父亲过世之后 沾山突然想起 以前的伤心之事 对父亲的尸体进行鞭尸 大家觉得这构成侮辱尸体罪吗 如果你认为侮辱尸体 只是侵犯了遗属的尊严 那这种行为 自然没有侵害沾山的尊严 那就不构成犯罪了 但是你觉得这种结论 难道不是跟你基本的情感相抵触吗 这就是为什么 侮辱尸体罪在刑法第302条 放在刑法分择第6章 第6章是啥 是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 它属于第6章第一节中的犯罪 也就是扰乱公共秩序罪 跟什么妨碍公务罪 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放在一章的 它没有放在刑法分择第4章 第4章是侵犯公民 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 也就是说立法者认为 侮辱尸体罪 侵犯的主要是社会利益 而不是个人利益 那于是我再把刚才的问题抛出来 大家觉得侮辱尸体 到底侵犯了谁的权利呢 那在我个人看来 我觉得尸体是人的应急 它依然反映了人的尊严 这就是为什么 在人死去的时候 要举行追悼仪式 要下葬 因为这依然体现的是人 对人的尊重 在路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动物的尸体 可能大部分人只是把它当作垃圾扔到垃圾桶 但是如果你看到人的尸体 你会不会本能地觉得 尸体躺在内是不合适的呀 所以尸体是人生命曾经的应急 对尸体的尊重 就是对人的尊重 而对人的尊重 是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根基 在我们刚才所说的 鸽头上法案和水葬母亲案 这其实都没有脱离对人的尊重 行为人的过激之举 依然体现的是对生者的眷恋 是对生者的爱 是对生者的尊重 但是在鞭尸案中呢 那显然是对作为人尊严的侮辱啊 那自然是可以构成犯罪的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死者的尊严属于家属 但又不完全属于家属 它其实属于整个人类 是人类共同尊严的体现 可见啊 对死者权利的维护啊 那如果你认为死者没有权利 也许你可以在权利两制上加上双鸣好 那对这种权利的维护呢 依然是为了保护现在生活和将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甚至对死者生前所取得的荣誉 在他死后 如果发现他之前所获得的荣誉 是通过虚假手段所获得的 也是可以剥夺的呀 所以无论是对死者权益的剥夺或维护 其实都是对人类社会 维持的道德价值的一种尊重和维护 如果认为死者已经不在了 那么死者的遗嘱可以忽略 死者的尸体可以随意见他 那么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也就会消失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继续看到生存利益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死亡终结了活人的生存利益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回答 但是它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生存利益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对于有些人而言 活着就是一种痛苦 死亡才是终极的解脱 各位同学有没有在人生中有那么一刻 觉得活着好累好累 所以如果你觉得活着就是一种痛苦 你每天都想尽快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凶手的行为似乎满足了被害人的最大期待 符合他本人的利益 那如果采取这种观点的话 那我们的法律体系会崩溃的 因为如果所有的杀人行为 都以结果为导向进行个案的判断 要看这种结果是否侵犯了被害人主观上的生存利益 那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惩罚就完全取决于运取吗 是 的的确确 可能我们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 觉得活着很痛苦 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其实啊 人从母亲生产的痛苦中来到这个世界 最终人又会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 人这一生必然会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 人为富人所生 日子短少 多有患乱 出来如花 又被割下 非去如瘾 不能存留 但是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痛苦作为参照系 幸福也就不再成为幸福 所以如果人只是从事后的角度来判断 人生是否值得度过 那么也许很多人都准备起诉自己的父母 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要让我在这个世界上经历那么多的痛苦 一个父亲荒游没毒 母亲又得了肺结核 前面生了四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眼睛是瞎的 第二个孩子又死了 第三个孩子又聋又养 而第四个孩子还有肺结核 结果母亲又怀孕了 同学们说 这个孩子应不应该生 要不要做掉 可能很多人就说 这不能生嘛 这危害社会呀 你知道这个孩子是谁吗 这个孩子是贝多芬 所以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礼物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本身就是一个礼物 是一个gift 所以我们必须演好我们的剧本 无论拿到一副什么样的牌局 都要把它打好 那事实上啊 大家会发现 主观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是很靠不住的 也存在巨大的偶然性 很多时候 当你的目标达到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喜悦 反而会产生一定的忧伤和空虚 有的时候啊 当你的目标受到阻碍 你也可能不会难过 因为你可能本来就想放弃 只是缺乏一个放弃的借口罢了 甚至呢 主观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也可以通过毒品的放重 来非常便捷的促成 所以我们认为啊 生存利益一定是客观的 它不取决于被害人的主观见解 法律推定 每个人都存在生存利益 即便是那些 根本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的人 即便觉得自己每一天的人生 都是在等死 希望死亡的迅速来到 但是法律推定 每个人都有生存利益 但是法律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推定呢 这显然是尊重生命 这种道德规范的命令 这是第一个问题 生存利益 我们认为它是客观的 那第二个问题 生存利益如果是客观的 那它是否有量的区别 从表面上看啊 答案似乎是明显的 年轻人的生存利益 要藏于老年人 活力四射的健康人的生存利益 也要藏于奄奄一息的病 各位同学的内心 是不是这么想的呢 如果一个人八十岁离开这个世界 和一个人十岁就离开人世 你会觉得 哪种情况让你更加难过呢 问问你的内心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 生存利益有量的区别 那可能导致刑罚适用的矛盾 杀一个老年人 跟杀一个年轻人 刑罚孰亲孰众 杀一个健康人 和杀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 哪个刑罚应该更重 难道杀老年人的刑罚 就一定要轻于谋杀年轻人吗 难道谋杀健康的刑罚 就一定要重于恶意杀害 垂死病患的刑罚吗 你内心的这些想法 你觉得合理吗 它会不会触及我们内心中 某个最神圣的信念 那就是无论贫穷富裕 健康疾病 年轻和仓老 我们在人的本质上 应当是平等的 我们都有权要求 法律的平等对待 而这种信念 显然是道德规范 所赋予我们的 那第三啊 生存利益啊 这个概念啊 它主要是一种事后判断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种事后判断是非常不稳定的呀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典故 叫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未创始 像是当初生变时 一生真伟赴谁之 周公尽心尽应辅佐成王 广理国事 当然他的弟弟呢 广叔和踹叔 却在外面造谣 说周公有野心 想创夺王位啊 所以他们还甚至制造了判论 假如陈王和昭公等大臣 悟心的谣言 用阴谋手段杀掉了周公呢 那在历史上 周公到底会如何定性呢 那相反啊 王满在没有创位之前 大家觉得这还是个好人呢 如果他在生命鼎盛的时候 离开人世 那么王满是否又会进入到中城路呢 所以柏拉图啊 在理想国中啊 让我们在两个极端中进行选择 一边呢 是坏事做尽 但却流方百事 而一边呢 是一身行善 但身败名裂 大家选哪一个呢 也许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 都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部分 或靠左 或靠左 总之啊 如果根据还没有展开的生存利益 来判断生命权 这种事后判断是非常不稳定的 再说 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 这些生存利益就一定会展开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 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个案件吗 李氏哈佛大学毕业 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蓝图 但就是因为在人群中 偷偷看了张三的一眼 就惨招横祸 但是他的生存利益 就一定会按预期展开吗 再如他的蓝图真的实现 有没有可能 让他在人生的巅峰中 反而坐牢呢 让家人蒙羞呢 所以啊 如果认为杀人剥夺了他人的生存利益 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很精彩这种解决方法 他也能为我们刚才说的 主体难提这个问题 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依然存在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困惑 是值得大家访思的 那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 人能不能被杀死 我个人的一个思考是 生命权啊 它只是一种基于道德规范的法律理智 故意杀人罪所侵犯的本子不是生命权 也不是生存利益 而是对禁止杀人 这个最基本的道德命令的违反 因着这种道德规范 刑法禁止故意杀人 并将违反这种道德规范的完成形式了 理智为对生命权的侵犯 看着很拗口啊 所以生命权这个概念 其实只是道德规范的一个要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 我们并没有必要从结果意义上 来看生命权有没有被损害 而要看杀人者是否违背了 禁止杀人这个基本的介绍 当然了 我这个观点是否合理 那供各位同学思考 现在各位同学有答案了吗 还是更懵了呢 也许更懵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我们只是带给大家思考 思考也许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混乱 但混乱的目的是让你变得更加的清澈 大家有答案了吗 人可以被杀死 人又无法被杀死吗 谢谢各位